高雄左營男子區的立委誰來選 國民黨確定派現任議員李梅珍出馬 很感謝梅娟議員的成全 說侯市長就做了這樣的動作 讓我們感到很感動 說我一定會贏回左男 然後讓他們就是很有面子 李梅珍一再感謝新北市長侯友宜 就是因為原本上週國民黨立委初選民調 李梅珍僅以0.15%顯勝陳梅娟 但陳梅娟不服提起申訴 原本預計30號週一晚上要協調 但侯友宜出手整合 30號早餐會上讓陳梅娟同意撤回申訴 李梅珍上廣播節目專訪時也提到 勢必要替藍營搶下左南區 這席立委 以前在左南區是藍大於綠 那以前是10個議員 有8席是國民黨的 現在大概是五五波 劉士芳委員他就宣布退選之後 所以這個地方就等於是 又是一個新的開始 至於民進黨又要派誰出征 接棒劉士芳呢 原先五黨籍議員黃傑呼聲高 但最後民進黨確定徵召 左南區議員李柏毅 連任三屆議員的他 曾任前高雄市長陳菊的機要秘書 對戰連任四屆議員的李梅珍 雖然李梅珍因為曾參加過高雄市長補選知名度高 但也曾爆發論文抄襲爭議 我曾經在高雄市政府裡面服務過 我也在立法院擔任過國會助理 對於中央地方怎麼樣取得這些經費的補助等等的 我會比他熟悉 我會比他清楚 我們的選區下一步 高雄左南區藍綠立委參選人各就各位 李柏毅能否承接劉士芳的選票 還是李梅珍有機會收復師徒 各評本事 靜新聞轉零謝佳麟 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靜好新聞